法官而言的话 他的目标就是要把案子办好 办扎实 那么怎么叫把案子办好啊 那就包括这个案子判出来以后 法律上是能站得住的 情理上是能讲得通的 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是能过得去的 案子不会被发回 也不会改判 也没有过审限 也没有人去上访 也就是这个案子办完了以后 妥妥的 那么还有一种需求呢 就是对法官压了那么多的案子 他希望提高开床的效率 那么对双方的证据 如果不扎实的情况下 双方都在讲故事 甚至有些时候 他们还会合伙回避一些问题 这时候法官会担心 别让代理人忽悠了 实际上这些对法官而言 它都是一种很正常的要求 那么对律师而言 律师呢是一种 屁股指挥脑袋的一个工作 你拿了委托人的钱 就希望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 尽量的去维护 委托人的利益 去帮助委托人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律师应该有底线 就是你不能说假话 当然真话呀 你可以敲着说 不能犯纪律 当然更不能处法律 那么对于法官和律师 作为法庭上的主要的主体 他们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完全一致的 但是也有交集 交集呢就是希望合理合法的 把这个争议处理掉 怎么处理掉啊 能瞧了就瞧了 瞧不了最终通过一个裁判文书 对争议做一个了断 所以法官一定是希望 做出一个优秀的判决 把这个司法公众体现在具体的个案当中 不去惹是生非 那么律师呢 也要很好就去评估一下 委托人的利益 合法不合法 他的利益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然后通过一个优秀的判决 去实现委托人的利益 那么这个判决判完了 不仅仅是说把案子搞定了 而且把最后的 背后的道理也要讲通了 那么这样的案子就不会反复 不会在横生之间 所以说做一个优秀的判决 那就是一个 对律师和法官而言 是一个共同的需求 那么要做一个好的判决 做判决的权利在哪里啊 当然是在法官手上 所以我们清审的目标 是要说服裁判 说服法官 而不是去打败对手 那么我们清审的任务呢 就是要说服法官 接受一个对委托人有利的一个观点 所以我们清审过后的任务 不是跟对方去较劲 不是跟对方去斗气 而是要看我们的讲的要点 法官是不是听进去了 我们是不是说清楚了 那么不要说对方同意和不同意 也不要跟对方去纠缠 如果是说你陷入到跟对方的纠缠当中去 那可能就容易忽略了法官所关注的问题